各位來參加這個記者會 那我今天要介紹這個叫老年症候群 那我等一下會在文章 在這個報告裡面會跟各位簡單介紹 那這是我今天預計要分享的內容的一個大概的一個材料 那我們前面會有案例 那中間會介紹什麼叫老年症候群 那會再談一下他的臨床影響以及如何處理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在平日的工作的環境 很常看到的一個情境 就是說一個這是真實的個案 那這是一個85歲男性 你可以看到說他過去有很多的疾患 有心臟的疾患有糖尿病 有腦中風還有情緒的問題 痛風患性腎病 那他跌倒了 在家裡比如說在某日起床之後跌倒 那這跌倒我想大家對一般 我們在家裡如果有長輩 或者是有這樣的一個朋友 我們好像蠻常看到這樣的情境 那他跌倒後呢我想就是會被一些 他就是被發現有一些外觀上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被送去處理 那處理完當然就是說 沒有一個明顯的初覺問題的情況下 就被建議說很多回家自主犯查 當然傷口是有處理 雖然有一個消毒症 不過他認為說不需要手術 所以讓他先回去 我想情景到這邊大概是大家很常看到 不過今天其實要談這個主題 也是從這樣開始 就是說其實老年人他其實發生跌倒 其實有時候他是一系列事件的開始 那我們就接著看 大家可以看到說其實這個個案回家 並不是就好起來了 他反正是怎樣 回家開始出現 不太適 起不來 就臥床 一個跌倒後 其實也沒有腳骨折 他只是手的骨折跟一個人 就開始臥床 然後就開始發傷 然後就沒辦法 就覺得呼吸很急促 然後就打小便試鏡 那最主要是在家裡 因為他尿試鏡 尿的到處都是 所以家屬就突然才發現 才意識到說好像這樣灌灌 當然到了醫療的場所之後去檢查 才發現原來他這樣 他有遇到感 其實他這個發燒家屬也沒發現 是到醫療院所才發現原來發燒 再來就是心衰竭 再來就是當下有發現說血糖很低 低到我們那個出現的危險值 在30左右 非常的低氣都蠻危險的 當然也注意到說 腎功能不好傷口感染 因為大洪小的意識完全 本來不是不能夠紅的人 變成不能夠紅 所以這是一個暫妄的減想 所以到底怎麼處理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在看 老年疾患 我們常常會遇到 就是說其實他不一定說 一開始他就會告訴你說 我會生很多的病 但是他就以這樣的一個標準 來反應來呈現 所以像這樣的個案 大家回頭再看 這麼多問題 那到底難道是 這個每一個問題都要看一個科嗎 例如說外傷看外科 心臟的問題看心臟 還是說這個密尿感染看這個感染等等 你會發現說其實這些長輩 其實好像問題是比較複雜 那我們接下來就進到我們今天這個講 其實為什麼會出現這些 我們為什麼要開始關心這個議題 其實是因為我們這個潮流是 我們這個老化潮流其實是全世界 我想尤其是台灣這種 我看算是比較進步的國家 都是無法避免的 那過去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 就是說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 如果達到7% 其實就是定義為高齡化的一個環境 那到達14%就是高齡社會 那進到20%就是超高齡 超高齡社會 那我們台灣在很多方面其實 就是這個部分就是說是表現得非常的 算是名列前秒怎麼講 我們在這個從這個7% 進到這個14%這個過程 我們大概花了25天 可是你可以想像說 比我們在過去比我們這個醫療 或者是一些其他相對比較進步的國家 像法國美國英國這邊有特別秀 你可以看到說其實他們在經歷這個衝擊 他是有比較長的這個時間去晚衝 那我們等於說相當的短 所以變成說造就說我們現在很多 甚至有時候我們在看 有時候很多人覺得老年人就是應該這樣 但是實際上如果去瞭解他背後的故事 就發現說其實這些不一定是正常 那這樣的這些老化之後 對我們的醫療環境有帶來神像的衝擊 這個是我們自己國內的一個統計的資料表 這是去計算說我們根據不同年齡層 去計算他的這個健保 美人的這個醫療的這個保險的費用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趨勢慢慢慢慢爬上來 可以看到說當過了60歲之後 整個這個醫療費用是很戲劇性的就整個就著身 所以Pennie可以一起就是說 你當一個老化社會的一個來臨 這樣的議題更不容易去忽視 更要去瞭解 那這些老年人他生病的一個 到底他的特色是什麼 我們都在講也很有趣 他的特色就是比較不會有局部的症狀 就是說即使他是一個很明確的 你會看到感染或者是一個肺炎 但是他不會表現說 假設以肺炎來講 他並不會說很典型的 告訴你說我咳嗽啦 阿呼吸很喘等等 他有時候反而會以全身的症狀來表現 那這次為什麼說 我們要去強調這個老年症候群 就是說老年症候群 他其實就是這一個的 一個緩緩的一個相扣的一環 有時候你其實看不太到這些典型的症狀 他或許就是以這些老年症候群來表現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些非典型的症狀 可能有意識不清 功能的退化 死慾不振 體重減輕等等 那這個都是我們臨床上在介入的時候 需要去注意的 那接下來我想就有了這樣的一個 開場 我想大家也大概知道說 原來老年症候群在這個區塊是有相關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去談說他的基本概念跟項目 那什麼叫老年症候群 那根據這個我們這個 學位的這個定義 這個是引用這個美國的 那當然我們自己台灣的部分也是有定義 它的定義是非常接近的 就是說老年症候群其實它是影響眾多系統 這邊要強調它不是單一系統 它是影響眾多系統的一個健康問題 它會導致我們高齡長者沒辦法面臨這個 各種情境的壓力挑戰 等於說它遇到一個變化 它可能就會出現問題 它進了去影響它的生活品質 造成失能跟月後不佳 那它到底有哪些項目 其實這個區塊其實是有非常多的文獻在談 那目前來講就是說比較基本的 認為說比較大家有共識 其實認為說就是你提出來 大家在老年醫學上會認為說 這個就是老年症候群的一個基本項目 一般有像認知的問題 憂鬱的問題 還有就是跌倒營養不佳 就是像體重過期那來的時候 受到皮包骨等等 或者是一個失能 這邊指的失能就是說 例如說它本來可以日常生活 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但是突然間它沒辦法自我照顧 或者是說生活上有些 本來可以處理的失誤變得不行 甚至就是說它可以去辦什麼事情 就不行了 那再也就是髒襪 多重用藥 疼痛 還有這個濕劑 那這個濕劑包含尿石劑 大便濕劑 那還有感官的缺損 跟押瘡 這都是我們常見的老年症候群的一個基本項目 那不過這些老年症候群 當然大家剛剛看到它的項目 你會知道說其實它的範疇還蠻廣 不過就是說一般來講 我們這邊特別挑出來 跟這個未來育後跟死亡比較相關的幾個 那這邊有特別列 就是說像跌倒認識障害營養不良 失禁跟憂鬱 這在過去的一些研究跟一些文獻 結果告訴你說當老人發生這些症狀的時候 他其實是跟他的死亡 可以預測他的變差的一個狀況 那這怎麼講呢 其實簡單舉例好了 如果說像剛剛我們這樣的一個長輩 他跌倒了 你可以一起就是說 他這個跌倒當然這是黃蠻相扣 到底是跌倒的時候造成 還是說或許在跌倒前就慢慢變差 造成他衰落 這都是互相一個潔滴的影響 那等到你這個環節 當他開始運作起來 你沒有打破這個惡性循環 他可能就進到失能 或者是需要住院 那當然就是說 你說在年輕人會出現嗎 其實相對來講是比較少 過去認為說比較常見 這些老年症狀群 這些跟衰落跟育後 這些緊密的一些互相影響 都認為說跟這個年紀 然後你年紀越來越大 還就是說這個 當你的慢性共病越來越多 就像我們這個案例一樣 再就是說你的藥物 當你的藥物吃了一堆的時候 甚至有些長輩都開玩笑說 他覺得吃藥就飽了 就像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發生這些 老年症狗群跟衰落跟育後 整個就是互相的影響 那最終就造成他們提早 面臨到死亡的威脅 那我想剛剛前面簡單談過了這個之後 那接下來就談說 那到底這些老年症狗群 他在過去的經驗 他是怎麼去影響 怎麼去影響這個 銀床的這個部分 那這邊我要強調的是 我們這邊講的是 剛剛前面講的 因為老年症狗群其實是一個很廣的一個症狀 我們這邊特別強調說 預測這些老年人會失能 或者是死亡 那些比較重大的指標拿出來做一個探討 那首先先看一個 這是我們國內 這是我們成大的一個研究 大家可以看到說 這個是我們根據這個 國內有一個中老年資料庫 他是算是針對全國性的一個抽樣調查 所以這樣的一個 一個評估是很有這個全國代表性 那我們可以看說 以台灣我們這個一個 2003年的一個抽樣的一個調查來看 那我們可以發現說 當這邊是 前面這個是年紀 那下面這個部分就是 以老年症狗群 下面這邊就是個別的項目 那上面這個區塊就是 以老年症狗群累積的項目 那大家可以來看到就是說 當你65歲過後 我們要玩就是說 要有這個老年症狗群這個比 你可以看到說 隨著年紀 因為問題越往右邊 這個是年紀越大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比 我們假設以這個 這個跌老來看 你可以看到說 前面好像都還好 大概8% 10%以下 可是當你到80歲到85歲 你就跳升到10%以上 23% 那其他幾乎所有的老年症狗群 你就會發現說 都跟年紀幾乎是有一個 呈現一個相關的表現 那你也可以看到說 尤其在年紀長的族群 甚至幾乎很難看到說 是沒有老年症狗群 這邊都是累積的 大家可以看到說 你在60幾歲 可能還有大概50幾% 將近六成的人 可能還相對沒有問題 沒有這樣的一個困擾 但是當你年紀越增長的時候 等到你到80歲 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 就有這樣的困擾 那甚至到85歲以上 就有六成多的人 都會有老年症狗群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 我們自己活內的研究 可以知道說 在老化的社會裡面 尤其是年紀越大的長輩 老年症狗群的盛行率 是相對比較高的 那這些高的部分 我們再看細項 又可以發現說 其實很多地方是 我們過去的觀念 或許比較沒有注意到 像以憂鬱症 憂鬱的傾向來看 它在比較年輕族群 65歲剛開始進入的時候 比較高 但是到了85歲上 最高的法則就是 Functional Impairment 就是說這個失能 就是剛剛強調 就開始會出現比較多 這種生理功能上的一個變差 當然就是說 在過去就你們開始試著做一些分析 不過我這邊先引用的是 這也是我找的是台灣的資料 當然這個是它是引用的是 他們一個社區醫院 那我的想法就是說 它也是有點參考加持 當然就是說可以知道說 它其實會有點小小的變大 不過可以看到說這邊 它左邊這邊就是以老年症狗群的概念去呈現 那右邊就是去呈現說 會不會造成我們這個ADL 這邊指的ADL 就有點像大家平常比較熟悉 是像巴士料理 就是說有些長輩失能要申請這個照顧的 這個部分 那這個Modality就指的是死亡 它可以看到說其實 在年輕這個增長這個過程 這個老年症狗群 其實跟這個失能 跟這個功能失能 這個ADL看來是非常有相關的 那自己說死亡 在因它這個sample 它這個樣本數是比較小 在它的研究裡面 就只有這個憂鬱的傾向 還有這個營養的傾向 似乎比較有 跟死亡有比較大的關聯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考量到這樣子的一個研究 有它的限制性 所以我們這邊 我們基本研究團隊 就利用剛剛前面的這個 比較全國性的一個資料 我們就去稍微做比較深度的調查 我們這邊就是根據過去所做的一些模型 我們去把一些常見的因子都帶進來 因為剛剛前面那個部分 它只是做一個描述 它的因子帶的評估的比較少 那我們這邊是有再把一些 像除了年紀之外 我們特別性別還有教育程度 那還有它的一些過去的居住狀況 是否獨居等等 還有就是說有沒有進到機構照顧 或者是它的慢性痛病的一個情況 還有就是說治平健康 還有它的健康行為 跟它的老年症狀群 我們就去做一個評估 等於說作對去做一個分析 那大家可以先看到這個Model A 就是這個 首先先看到這個累積效果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說當然在死亡 這個是我們是預測它這個五年的死亡風險 就是說當你發生這個症狀 你五年後到底有沒有辦法存活 大家可以看到當然年紀的因子還是最強 這個影響系數 這個風險系數可以高達這個四倍多 那當然在其他的因素 就會發現說好像相對來講沒有那麼強 在疾病的部分影響最大是惡性腫瘤 我想這個大概無意外 一個惡性腫瘤的一個體質 大概就是會讓這個社區的這些長輩 比較容易進到這個死亡 就面臨到死亡的威脅 但是你可以發現說其他的這個因子 在統計學上就沒有那麼強大的這個影響 那甚至可以看到說像這個健康行為 好像也是原因 但是就沒有辦法那麼強烈的預測 但是如果去看到這個老年症候群的這個表現 可以看到說當你有一個還是兩個三個 你可以看到他是隨著你老年症候群的症狀越多 他的死亡風險就越高 當你有一個的時候你的風險 你的死亡風險大概是1.5倍 兩個是1.7倍左右 三個就會爬升到2.43倍 那這個部分因為在統計學上都是比相對其他的因子來講 有非常明顯的這個統計學上的意義 所以可以得知就是說或許針對社區老人這一塊 我們有時候你在看他的疾病 剛剛前面講過就是說他的表現是很複雜 有時候他表現出來不一定是用一個單一的表現 但是他可能會用老年症候群的症狀來表現 用這樣子是可以來當作我們 協助我們去評估他未來會不會比較早面臨到這個死亡的危險 那當然我們如果去把它自分析再去看他細項目 那到底這些老年症候群在台灣這些民眾 哪一些又是屬於特別需要加強注意的 哪一些又是更危險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underweight 這個underweight是就是說體重過輕 比如說營養不良這個區塊 這個是比較要需要特別注意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功能 就是當他如果說日常生活功能本來是可以處理的 現在突然間下降了 這也是都特別危險的 另外一個就是認知 另外一個就是憂鬱的情緒 憂鬱的情緒在經過計算 這個統計學上也是會呈現說 它這個是比較差的一個癒後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研究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或許你可以用老年症狀群來取代這個 傳統的這種疾病模式的這種概念去監測老人家 當然用這樣的數字比較難看 我們就用一個圖形來呈現 那這個簡單解讀這個圖形就是說 這個成果一就是指百分之百 表示說如果你今天就是五年 這個五十大概是我們是因為統計的關係 這邊是抓到五十個月了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說當你這邊顏色 記者朋友這邊看清楚 這邊這個比較偏藍色 這上面就是藍色 那第二條是綠色是一個老年症狀群 那這個淡土黃色是兩個 紫色是三個 大家可以看到說當你沒有老年症狀群的時候 有點比較接近這種比較健康的這個肢狀群 大概四年都將近五年這個存活風險 你看九成以上的人 好像背影過來九成以上的人都還是可以存活 可是當你如果說你是有三個老年症狀群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說當你經過這個 將近五十個月之後 你的這個存活的這個可能性就降到了六成多 所以可以很明顯發現說 這些老年症狀群其實真的對這些高齡的長輩 其實對他們來講是有很明顯的影響 那基本上要怎麼處理呢 我想大家聽完的時候也會好奇就是說 那以後遇到這種症狀到底要怎麼辦呢 那其實在過去的一些文獻的一些整理 認為說我們對老年症狀群的一個處理 通常你不能夠從單一面向去看 你不可以說只處理 就是說跌倒你只處理它一個跌倒問題 通常會建議說我們要利用另外一個評估工具 叫周全性的老年醫學評估 簡單講就是說你不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單一問題去處理 就是要利用一個比較完整性的一個檢查工具去篩檢出來 那這個部分其實在老年醫學的領域是非常強調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困擾 我想在老年醫學的這個部分都可以提供這樣的協助 那再來就是說不同的老年症狀群 因為不同的部分其實有說它的危險因子 還是會有些些些微差異 雖然我們剛剛有講說這些危險因子可能是跟老化 這些供病跟這些藥物有關 但是在不同的老年症狀群 其實有時候還是會有到不同的一個細節 所以通常我們要找出有校正機會跟預防的因子 那以跌倒來講 那例如說有沒有可能是藥物的不良反應 例如說像症進劑 或者是說像高血壓的用藥 例如說這個使用上有效果太好了 造成老人家的姿態性低血壓 或者是說有一些情緒穩定劑等等 這些其實都會有造成一些跌倒的一些危險的一些狀況 那另外就是環境的議題 例如說我們在處理這個過程 有沒有注意到說它除了病人本身的因子之外 有沒有跟它這個不管是Psychosocial 跟這個environmental這個部分 是不是有一些interaction 有一些交雜的一些影響 這些都是需要去注意的 另外就是照顧的議題 那到底在處理上 最近剛剛前面提到說你不可以單一處理 所以通常是會希望從團隊式的整個醫療去介入 那這個部分就會需要說去評估它的功能 這邊再三強調 所以要去了解 這樣發生老年症候群長輩它的功能的變化 再就是它的藥物 還有就是說你要去評估它做不做檢查 跟做不做治療的一個好優點跟缺點 再來就是要加入這個 評估它的這個目標跟低頭 那我想回到這個個案 因為剛剛前面我沒有特別幫大家標示 大家看了就是一堆黑痣 可能也不一定馬上可以抓到中間 那其實回頭再看 或許我們如果把情景 如果說今天看了這個老年症候群 懂得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想你一開始在看這個疾患的時候 臨床同仁就會注意到 它有沒有可能有一個多重用藥的問題 因為畢竟它看起來好多病 好多的慢性疾病 那再也就是說它跌倒之後 這個跌倒有沒有它沒有原因 因為我想說你今天是看跌倒有沒有外傷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想 其實大多數的人都會看 但是回頭再看 你可以看到這個長輩 它不是只有出現跌倒 它後續還出現一些問題 那你去了解它這個背後才知道 原來怎樣 長輩跌倒之後 其實它在跌倒前 它就好幾次了 它不是第一次跌倒 它根據我們去評估它的病史 它已經是反覆跌 那它每次反覆跌都幾乎是伴隨著頭暈 那變成說我們就要去找 那當然我後面會再分析 這邊就強調說 如果你有這樣的概念 你就會把這個跌倒 看看傷口 看看這個處理就好 那當然就是說回家之後 你看它脫水了 開始就是進食變長 就是可能會影響到它的營養狀況 那再來就是臥床 就是剛剛強調 其實一個臥床長輩 過去的經驗是 它會衍生很多的問題出來 不管是從這個感染性的問題 還是從這個功能性的問題 還是說其他一些慢性疾病的惡化 其實很多跌倒跟這個都是很不好的 你可以看到的時候 它就發生了急性疾患 那再來就是說 接下來就開始出現這樣 甚至就失禁了 再就是剛剛講的 腦連症狀的痰狀況 就整個都陸續就跑出來 那就看一下我們做的介入 這個是真實的 就把介入的這個部分 去簡單講一下 那經過我們去研究它的這個 這個腦連症鬥群 那我們就去把它用這個 周旋性的這個腦連醫學評估 去做一個分析 結果發現說其實長輩在過去在家裡 其實因為他跟女兒雖然持戶在一起 可是因為女兒的生活是比較努力的 那常常就是 就是很 就單獨放長輩再嫁一個人 機會是比較高 那變成說長輩有時候 他其實 變成說他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一些自我照顧啦 還有就是說他對一些 訊息的判斷 其他能力也都慢慢在下降 那這個部分就是說 他女兒有提到說 因為當他生病之後 他還是繼續不斷的 他雖然進食有變差 但是他還是固定給他慢性病的處方 所以才導致那一次他血糖 變成說很低呆三十 那我們後來去先跳過 先來連結這個藥物 後來去統計 發現說原來他吃了十八種藥 他這十八種藥 而且他女兒還很配合 就是說他覺得說 爸爸如果不是他會罵他說 這個應該要服用 所以可以知道說 其實這個多重用藥 對這個長輩來講 他的影響就非常大 所以我們想法就是說 其實他這個藥裡面 或許我們要幫他塞除掉一些 比較高副作用 就是說可能潛在風險比較高 但另外跌倒 他就是已經跌倒好幾次了 結果後來我們再去調他的醫療紀錄 再去去查 發現說其實他幾乎每次都是低血糖 所以這暗示了什麼 表示他的疾病和血糖控制 其實過度了 就是控制太過頭了 造成他常常出現變化症 那他這個姿態性低血糖 也是造成他常常跌倒的一個因素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也有注意到說 因為他最近常常有一些醫療的利用 醫療的利用 那這些濕境常常伴隨他的 剛講就是說他的功能 自我照顧功能在下降之外 常常又伴隨感染 所以經過這樣的一個完整的評估 我們就針對他的一個因子 一個危險的一些 造成他這些惡化狀況 一個一個去調整 所以這個個案後來也順利 就慢慢改善 那也後來就減少他住院的時速了 所以我想就是說 簡單講就是說這個處理策略 我們這個個案就是去處理他急性的病人 當然就是說不要再一開始 就去處理他的腦圓症候群 只處理這個 你還是要先讓疾病 急性的症狀先穩定下來 那穩定下來之後 接下來就去看出這些腦圓症候群 就要去找 就去處理他的這個狀況 一樣要幫他移除 那通常對這種疑問能力上次 因為其實很多長輩 其實他臥床 我們根本不曉得他有沒有進步 他有沒有問題 有時候家屬常常 我不曉得今天早上 大家有沒有看到新聞 一個長輩好像都已經被召集到 背後都已經漲去了 那家屬就在看那個講話就好 其實這都是不對的觀念 就是說其實當一個長輩 如果他過去可以活動 從開始功能下降 你就會有警覺說這是有隱藏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 也是積極訓練他在維護 我們要協助他 不要只是大多數時間 好像都握在家 都躺在床上或坐在椅子上 我們就訓練他去使用這個適當的扶居 盡量鼓勵他下來 那當然也會影響 介入心理的 我們這個憂鬱的情緒的部分 沒有召開 就是召喚精神科醫師做調整之外 我們也有召開家庭會選 強調家人知識性的重要 當然腰肉的部分 我們除了自己檢視之外 也跟團隊的腰師去做一個討論 去審視說有沒有什麼需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總而言之 就是說藉由這個個案 那我想介紹這個老年症候群 簡單講就是說 其實老年症候群 其實在老年族群 是常見的 那常常不是單一的原因 所以通常一旦你看到這些症狀 就要去想到說 他可能未來可能會是一些 潛在性的疾病的預兆 那哪些要特別小心 尤其是那種過去不曾發生 例如說 例如說 常常已經這個 如果當你已經臥床 已經好多年 那當然你要再去找 這個背後疾病的因子 就比較難 但是如果是突然發作的 一定要去找 一定要去找 那再來就是說 老年症候群 其實經過我們這樣研究 這樣看下來 其實他跟這個 長輩失能 死亡的風險 非常的有關 所以一定要去強調這個原因 因為當你在早期 有這樣的指標給你預測 你不處理 人到他接近死亡 你再處理 其實再花更多的醫療 就像剛剛看到 就是花了一堆醫療 其實那個效果就差了 那再就是說 要利用這個整合式的 這樣的一個照顧的概念 去做周全性的醫療 老年醫學評估 藉由整合性的去做一個介入 好 那我們介紹到這邊 謝謝黃醫師今天帶來的分享 那不曉得媒體朋友 幫我請教黃醫師的地方